1500万播放,20万点赞 就是因为上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电饭堡蛋糕 很多人不相信6个鸡蛋,半碗油,半碗水 就能做出这么漂亮的蛋糕出来 美食主播叫做菜,我可是认真的 而且专门讲细节 你可以点我头像,看多少人支持我就知道了 小的碗筷,半碗水,70克左右 误差10克都没事 我就用了这一包蛋糕粉300克 里面含有糖,不用再加 听清楚了,有糖不用再加咯 很多人会失败,是因为把这个油啊 下得太早了 先把鸡蛋,水,还有蛋糕粉 这三样东西搅拌均匀 搅拌至白色细腻状 最后再下小半碗的油 玉米油,花生油,调和油,大豆油 都可以,油一定要最后放 如果太早放的话,搅拌太多次 油解掉了,蛋糕就化不起来 水是冷水,水和油的量一样多 模具里面刷油是为了好脱模 你如果担心电饭堡做不好 我就教你一个用烤箱制作的 上下火140度,开始等待 10分钟,20分钟,30分钟 40分钟就OK啦 相信我,你只要按照我的方法来 一步一步跟着做,肯定可以成功 该注意的细节 我也跟你分析的这么清楚的 不要介意我蛋糕的视频 出了这么多次 我希望你一次性成功 加油,你一定行的